坑坑洞洞的例行道路 让车辆行走起来相当不舒服 有些路段积水严重 也影响到行车安全 在最难分校担任待客老师的族人就表示 例行道路只要一滩 就算必须走路 也要走到学校上课 避免耽误学生受教的权益 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是当地人 所以我都用走路的 我就把车子放在半路 我不管 我们就是要上班嘛 我就直接用走路 有时候走一个多小时 有时候就走半天这样 我会提早提早一天过去 现在目前我们需要的是 就是部分的路面有坑坑洞洞的 坐起来是不舒服了 不论是道路贪方阻断影响生活 还是路况不加量 行车安全有所顾忌 这些都是例行道路沿线居民 常年遇到交通不便的问题 今年雨季才刚开始 例行道路就陆续传出贪方状况 县长率领相关主管议员 及地方代表等人 21号对例行道路进行总体检 对于该修复的地方 也隐诺尽数发包施工 那么从例行到脆软 这段的路面 这个破坏的非常严重 尤其路面积水 又有那个凹凸不平 是非常不好行使 那么大概从下个礼拜开始 要来动工 赶快把这些路边 破线非常严重的 这些路边 赶快用水泥路边 来把它铺设 今年汛期将至 为了让容易贪方的 例行道路迎线居民 降低交通不便之苦 县府也加强对 全线道路的监控 也要求开口合约厂商 希望在最短时间内 抢通贪方路段 记者No 南投人爱 超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